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期末宗教学的驱魔课题作业 研究驱魔仪式 调查上帝 魔鬼是否存在等问题 布兰登先是在网上看了当年有关的视频 看完后顿时来了兴趣 于是第二天两个人就来到了当年 给雷西驱魔失败的现场 两人来到警局拿到了当年的录像带 但通过录像带两个人都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 于是两人驱车来到雷西以前居住的别墅 废旧楼狱中两人刚进去不久就发生了灵异事件 先是物体无缘无故的自己移动 紧接着就是一个女人毫无预兆的出现在低危前 随后两个人误打误撞的发现了神父封存的墙洞 在墙洞中布兰登发现了一块刻有招魂福字的通灵木板 回去后布兰登为了彻底弄清恶魔附身是否真实存在 布兰登不顾大学导师的强烈反对和危险警告 从网络募资做网络直播的切身附身实验 网络对布兰登的响应很理解 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募集到了一万美元 为了这次实验布兰登与克莱 还请来了女孩乐达和一个灵媒 在万众瞩目下几个人来到了当年为雷西驱魔的地下室 用通灵板招魂后对方突然表示 一直在等待布兰登的到来 随后在实验中一股风吹过将所有的蜡烛吹灭 地下室内的东西也开始自己移动 灵媒眼看不对不顾众人跑了 可布兰登不愿意放弃 一心希望自己能够被附身 可最终实验还是失败了 与此同时因为实验的直播 使一个邪教组织知道了布兰登的下落 在这之后布兰登回到了家中 没想到布兰登的母亲 因为布兰登附身直播的事情大发雷霆 甚至要将布兰登赶出家门 随后从父亲的口中布兰登才得知 原来他的父亲就是当年那个幸存的摄影师 而布兰登就是雷西幸存的孩子 一时难以接受现实的布兰登开车离开了家中 等到布兰登回到家中的时候 发现自己家门口围满了警察 原来布兰登的母亲被恶魔附身 硬生生地掰断了自己的下巴 紧接着布兰登也被恶魔附身 布兰登回到学校宿舍 此时宿舍中布兰登的室友 科尔比正在和自己的女友视频 被附身的布兰登直接杀死了他 紧接着布兰登又坐在科尔比的电脑前 附身了镜头对面的女友 女友被附身后直接投撞电脑而死 而失去理智的布兰登在做完一切之后 又来到校园中到处杀人 情急之中 克莱只能和乐达将布兰登打晕 抬回了家 可即使这样恶魔也不愿意放过布兰登 控制布兰登的身体悬在空中 没办法 克莱等人只能将这拍成视频 发布在网上 向众人寻求帮助 随后一个巫师联系了克莱两人 表示愿意帮助驱魔 为了救布兰登 克莱只能和乐达请来巫师 并来到雷西那个地下室 准备给布兰登驱魔 同时布兰登的父亲不放心 也来到了现场 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巫师并非善累 他是个崇尚魔鬼的邪教徒 当初也就是巫师所在的组织 抓走了雷西 将他作为宿主的 这次巫师想要顾忌重施 随着布兰登身体里的恶魔力量 越来越强 布兰登直接挣脱束缚 杀死了巫师和父亲 而另一边眼看不对的克莱 选择报警 可马上也遭遇布兰登的毒手 就在布兰登准备杀死 勒达的时候 警察赶到 他们想要制止布兰登的行为 可是此时的布兰登已经疯狂 哪里还听得进去 直接将前两个进来的警察 抓过来 胡乱地杀死 奈何两个警察还没反应过来 就死在布兰登的手下 后面的警察一看大事不妙 直接朝布兰登开了枪 最后勒达得以存活下来 而布兰登也在另一个世界 和自己的母亲重逢 这部电影利益还可以 但拍摄手法太业余 演员们表演的也十分不在状态 故事简直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终极代表 男主的性格在这里太不讨喜 而且这部电影整体也没有什么故事铺垫 没有高潮和精彩的部分 很多地方都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例如巫师所在的组织 以及男主和男主母亲的身份 除此之外 恶魔也没有进一步的进行说明 全程出来后就只有杀人 所以算不上一部好的恐怖电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